慢生活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12月15号深夜 红星罕见晒出一家三口的合影 并且配文甜伦之乐 随后张丹峰转发 众所周知这个词是在形容家庭的乐趣 这也算是这对夫妻正面辟谣 那些所谓的离婚传言了 照片之中的红星长发披肩红尘美艳 状态非常的好 张丹峰在一旁带着望球猫微笑 眼下细纹以及胡子轻硬都很明显 两个人同框反倒是看不出红星打张丹峰10岁 中间的女儿对着镜头wink调皮可爱 显得十分的幸福 背景上看 他们这一家人是去了游乐园玩耍 还在娃娃墙面前拍照留念 张丹峰一手抱着女儿 一手牵着女儿 红星则是随手懒着 三个人都是外套家那一搭 红星更是穿着超短牛仔裤 露出大长腿 他们的这身衣服引起了热议 有人说这张照片像是看着夏天拍的 觉得他们最近实在是没合照 才拿以前的凑数 估计许久没在一起了 但也有人说这身衣服在广东 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南北跨度大 温差也大 没必要分析这个 的确不管什么时候拍的照片 红星愿意发出来 这批姚丽丝也就很明显了 就算是几年前的照片 现在发出来也是现在的意思 要说为什么红星突然之间 晒一家三口的照片 这还得从一则港媒的爆料说起 12月14号 港媒那边发新闻 爆出红星和张丹峰 已经协议离婚 还没有表示消息 就公开是为了保护南方的事业 如果成为师德艺人 张丹峰内地 事业就会彻底完完 所以红星一直否认 爆料一出 网友们也是纷纷开发各种蛛丝马迹 分析这个瓜事真是假 根据红星发出的动态 红星这段时间一直带着儿女住在上海 是一场会与好姐妹 陈法荣 蔡少芬聚会 他们会在网上互发小视频互动 十分的欢乐 红星是爱的家庭和用盐不少 往往都是自己单独和儿子女儿一起拍等 张丹峰完全没有眼 张丹峰当然也不是无所事事 近期他也在东北录制节目 夫妻俩确实也是分开了很久 过往上的互动还是有的 红星生日的时候 张丹峰手零点转发送祝福 还称呼他为孩儿他妈 而且还在继子张浩连帅出的妹妹去迪士尼的照片时 张丹峰转发以爹字句 看得出来张丹峰一直是想用孩子来证明这段感情的关系 两个人分别是变成了孩子妈孩子爹 但是没有同框 也是真的 回忆起来已经是二月了 刚没拍到他们两个一起逛街 说他俩不被碧莹的影响 和浩如初重新开始 这样算下来 红星和张丹峰也有十个月没同框了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离婚的传言越传越光 大家都觉得自己找到了关键 所以说红星这一次晒合影 确实是辟谣力气 在大家都觉得问题最大的地方下手 觉得他们不同框是因为离婚 那他们就是爱一家三口的照片 张丹峰一转发免费赠一次互动 陈仙剑是香港著名导演剪制片人 他看人眼光十分的毒辣 当他看到红星的第一眼的时候 行政便告诉自己这个女孩能火 后来在他的强烈推寸之下 红星走上了演艺之路 桃年搭档关里杰和许少强出演了电影 《黑风客栈》 并且一炮而红 成名的这一年 红星年仅18岁 可谓是风光无限 1993年 因为在任正侠之中的经验表现 红星迎来了事业的巅峰 红星在事业如雨中天的时候 突然加入了刘软雄的电影公司 也因为这一次的签约 外界开始猜测 红星和刘软雄的关系 红星和李嘉兴在拍摄 《原阵侠》期间关系一直很好 然而当听说 刘软雄签下红星之后 一切都变了 李嘉兴和刘软雄当时正在交往 因此他怀疑 红星签约的目的不纯 不过二人到底有没有其他关系 已经无从考证 但是当李嘉兴多次逼宫之后 红星最终也是被刘软雄 扫地出门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不久 红星偷偷选择了结婚 红星的丈夫黄国梁是一位权外人 据说还属于为富商 只可惜这段婚姻 仅仅维持了一年不到的时候 便已离婚收场 离婚的原因重设翻缘 不过多年之后大家才知道 原来当年黄国梁因为牵扯进了一桩官司 所以才离得婚 不过他的这一段婚姻 却是无形之中伤害了另外一个男人 他也就是当时大红大子的莫少聪 1996年二人出演《亡命天涯结缘》 但当时的红星已为人父 莫少聪却毫不知情 红星结束的一段婚姻之后 便光明正大的和莫少聪走到了一起 二人的这一段感情也并不长久 虽然不知道具体几年 当时从蛛师马迹之中也可以查询 应该不会超过三年 虽然感情很是短暂 二人也没有可以结婚 但是还是生下了一个儿子 未婚生子独立扶养 莫少聪也一时成为了所有人眼中的渣男 后来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莫少聪的人气已落千丈 事业一蹶不振 相比于莫少聪的遭遇 红星则是赢得了口碑和大家的同情 不过他持量雄雄的脚步 却也并没有因此而停滞 2000年 在富山邓建国册封决士的答谢会上 邓建国公开表白红星 他称愿意养红星的儿子 而红星也是大方的回应 爱儿童的男人不会坏 虽然二人最终并没有结果 但是如此露骨的表白 要说二人没有点什么 恐怕吃瓜群众们也都不会伤心吧 在邓建国的绯闻无拘而终之后 红星又被爆出型的恋情 当时也有媒体报道 称他和演员陈旋元走在一起 行为举止也是十分的亲密 疑似二人是正在恋爱期间 不过正当吃瓜群众 还沉浸在他的新恋情之中时 媒体又称他又有了新的男友 然而这个男友并非是陈旋元 而是演员国立星 就在拍摄张卫健的功夫足球期间 红星和饰演守门员的毛毛雨 国立星踏出了火花 红星虽然是比国立星大了六岁 但是年龄并没有成为二人之间的障碍 不过同样的这段九地恋也并不被别人看好 因为两个人的身份地位相差悬殊 最终两个人的恋情也仅仅维持了三年 后来也以分手而告终 在结束和郭立星的这一段恋情的时候 红星也已经35岁 并且还有了孩子 不过漂亮也总是个板前 即便他已经35岁 后面依旧有一堆想追他的小鲜肉 张丹丰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员便是其中之一 在红星公布和张丹丰的喜讯之前 恐怕极少有人知道张丹丰这个名字吧 张丹丰比红星整整小了十岁 但这个小鲜肉对红星还是没有二话说的 二人在结婚之后 张丹丰也一直都在扮演好男人的角色 跟红星的大儿子相处的也十分的融洽 就在大家都以为红星找到了自己的真爱的时候 张丹丰却又爆出了今天的绯闻 2018年有网友爆出张丹丰和助理碧莹的关系并不简单 原因是二人多次被爆出亲密照片 明显已经超出了老板和助理之间的关系 虽然绯闻爆出之后 红星和张丹丰都在极力的澄清 显然网友们并不太买账 事后也是以婢姻辞职 然后这才平息了绯闻风波 对于张丹丰这一次的绯闻 红星明显失去了以往的巧事 虽然不知道是经历的多了 还是张丹丰真的清清白白 但他这一次选择站在了老公这边 感情的事情如人盈水冷暖自知 尽管现在红星的评论区下 还是有许多的人大喊着希望他们俩离婚 但最终这种事情还是要看当事人的 希望红星能够做出自己觉得正确的选择 祝他幸福